大家好,今天一位粉丝群的朋友问我 我这个光出来之后,这个表面 感觉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一点都不光亮,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呢,怎么说 你这个表面的光洁度,跟你的这个鸡状,刀具,材料,包括你这个切削液 都有很大的关系 你直接一张图,我说实话没办法给你去分析 但是呢 我从你的图片里,我主要看出几点问题,一个是什么 我们放大开来看 你这个刀横了,看到没有 非常的明显 而且呢,我感觉你这个已经不是你这个刀具 布具产生的问题了 你这个是什么,有轻微的弹刀的感觉 是吧 还有一个这个底面,你看到没有 底面的这个坑坑洼洼的一种感觉,是吧,你自己也说了 那这个首先 我们会发现啊,你这边呢 这些面的角度 都很陡峭,是吧 接近已经,接近于这种垂直的状态了 其实呢,像这些面呢,我是不太建议你们直接去擦的 啊 你们是干嘛 你是这样走的是吧,走的平行 就相当于这个面啊,来回擦 是吧 像这么陡峭的面呢,如果说你只是单向的 从上往下 擦 不 那没有回头的这种 从下往上的这样的道路呢 是可以走的 如果说你从下往上擦的话 啊,它很容易就是什么 就是有我们刚才的那种弹刀痕 为什么呢,我们来跟你分析一下啊,是什么原因 比如说啊,我这边有一个面,非常的陡峭,是吧 我球刀从这边呢 过来,对吧 我擦过来了 过来之后呢,你这个接触到料的一瞬间 我这是球刀嘛,我还要进去,大概 加上你的余量 画的 画的不太好啊 这样 这样,是吧 我球刀过来之后呢 你们想一下,如果说我这个侧币啊,有余量 余量,如果说有十个丝的余量,是吧 你想一下,我最先碰到的是什么 是我的这个球头吗 最先碰到料的 是不是 啊,有可能就不是 因为你这边接近垂直面了 是什么 很大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 连着我们这个侧楞啊 球刀它不是 一个球刀上面有一段 有很短的一段侧楞嘛,是吧 连着我们上面的侧楞一起碰到这个材料了 那你想啊 我们球刀的侧楞基本上来说啊,没有多大的切圈能力 对吧,跟我们的平刀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啊,你的这个刀啊,肯定是因为 受力比较大 会有一点轻微的弹动 而且你在向上加工的过程中 它都是什么 侧楞优先加工的 不是优先啊,是侧楞先碰到材料的 所以你受到的力啊,是 绝大部分的力啊,它是一种侧向的这种 相向力 对吧,你这个刀呢就有点弹 懂我意思吧 所以呢,你会发现啊,你这边 弹刀很明显 这个肯定不是你这个步骤引起的 懂我意思吧 所以呢,你如果说你非要这样去 来回平行做的话 你要保证你这个侧向的雨量啊 侧面的雨量 你一定不要 太大啊 最多也就三到五个丝的雨量 就可以了 雨量太大的话 你这个侧向受到的力 就越大 刀柱呢就越容易弹 还有个什么 你这个刀柱一定不能太长 太长的话 我就不建议你这样做 你可以选择什么 从上面往下走什么 三回偏置 这边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两边 这边走到大概 快到底的时候 这边走 最后呢 把它接起来就可以了 懂我意思吧 这样走出来的效果呢 肯定 会比你这样 来回爬呢 效果要好 是吧 还有一个啊就是你下面的这个 R角 你下面这个R角呢 你要注意啊 如果说你这下面的R角 打个比方你用8的球刀是吧 是R4的 如果说你下面的R角呢是 小于 至少得R6 R5 R6之间 之内 如果说 你小于R5或者R6的话 你就不要直接干嘛 一刀倒数了 懂我意思吧 我前面很多视频讲过了 你一刀倒数的话你这边R角肯定不会太漂亮的 正常如果说这个R角是R4.5 R4.8 R4.7的话 我都是干嘛 给一个大的圆弧给它直接干嘛 避浪掉 然后呢 这个刀具不要坏直接什么出一个 自动倾角刀 让它干嘛 这种螺旋着去把它倾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直接过的话 肯定不会太漂亮了 好吧 其他的其实也没什么了啊 其他的这个怎么说呢 你这个因素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刀 是不是新刀 我都不敢保证 是吧 还有你这什么材料 这个材料呢 我感觉啊 你肯定不会是什么印料 对吧 如果说你是乐出理料啊 打个比方 我哪怕五十四一刀 它也是亮的 它也不会出现这种 雾蒙蒙的感觉 对吧 因为材料内部的结构啊 已经改变了 软料的话 你光不亮呢 可以理解啊 软料光不亮很正常 对吧 不可能出现 像那些 类似于车的那些那种光洁度的 是吧 记得给我点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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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